懸掛的盆栽上提滿黑黑的小蟲子 還有許多同伴們不斷地飛舞 牠們已經走到了蟲神的後期 參亂之後就會死亡 但在生命結束前 牠們的異生科試很精彩 拿著工具來回翻動 孵化區裡面滿滿都是黑水萌的幼蟲 如果你有密集恐懼症 看到一定頭皮發麻 但牠們可能是解決處於問題最好的解答 用這一套黑水萌來去化廚魚 是一個非常環保 而且有循環經濟的一個作用 從幼蟲開始牠就開始一直消化 牠什麼都吃啦 只要是廚魚牠全部都吃 黑水萌是世界上一種重要的支援昆蟲 晚期大約3到4天 幼蟲期只有18天左右 經過4天的永期 黑水萌就會餘化成為成蟲 成蟲的黑水萌僅剩5天左右的生命 整個生命週期大約28到31天 幼蟲吃腐蝕為生 趁從喝水就可以活 一隻黑水萌的幼蟲 大約可以消化3公斤的廚魚 那因為一永有一段時間 牠必須在牠的體內腸道 不能有這些所謂的有機物儲存在體內 因此不管牠今天吃的這些廚魚 還是說我們這些過期的食品 牠是對於這個家庭 牠是相對的安全 黑水萌幼蟲可以分解 處於城中可以曬乾加工之後 變成飼料餵養其他牲畜 形成循環經濟 相繼高達100億元 當地人甚至把幼蟲當作零食 那因為黑水萌在台灣已經將近400年 牠是在我們昆蟲界最底細的 所以牠的一個天底是相當多 雖然黑水萌成為循環經濟的明日之星 但台灣相關的配套法規卻是牛部 如果想要量化生產或是出口 必須由農委會、經濟部、環保署 共同商討制定法規 但至今好無作為 也白白讓台灣業者措施大好上機